我们来看一下平安好医生吧 平安好医生今天位置也是突破 最高去到过新高133.5的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一个市值方面 也是曾经是突破过1400亿的 现在也有1370亿左右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市值又是突破 又是新高一定是有些什么消息 跟大家一起来跟进一下 如果从消息层面上面 来说好像真的是很有利 因为据说现在内地 真的是在考虑说 要在保障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面 进一步的来放宽互联网诊疗的范围 将符合条件的一些互联网医疗服务 甚至可以纳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 那这个我们都懂的 再说一些医疗伙 一说这个进入到医保 砰一下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然现在他也有很多的前提条件 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对不对 我们有也就版面上面两个所谓的互联网医疗股 不是平安好医生 就是阿里健康这样子 那平安好医生今天这样的一个掌势 能有持续的一个动力所在吗 对我觉得应该也算是会有动力 而且呢现在一个突破要看这两天能不能就是持续在港医抬快 第一除了刚才说的有一些政策的一个扶持之外呢 其实平安好医生可能他的一个未来发展 也会取一个就是在线医疗服务这方面有一个扩大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往就是比方说去年 其实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 他占比比较多的是这个健康商城占比超过50% 但如果你看他的一个比例的话 在线医疗服务占比只有16%的话 但他的这个毛利率是相对比较高的是44% 所以呢如果他可以增加他的一个医疗团队 然后再巩固一下在线医疗服务这一个占比的话 未来我们可以预期他有这一个盈利的一个情况出现 或者是他的一个毛利率可能会提升 所以呢现在再加上刚才你提到的一些 如果纳金医保的话相对来讲 对于平安好医生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催化剂 那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到魔通也有一份报告 就讲到了您刚刚说到的点 尤其是他说内部的医生团队 其实是有进一步扩大的这样的预期 接下来这个比较高毛利的线上医疗服务 能不能成为这个公司接下来收支平衡的一个关键点 也是拭目以待的情况 魔通是把目标价提高到了150块钱 评级是在增持的一个位置 当然这个大家要注意是一年的一个目标价 现在的从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会怎么样选择呢 今天股价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反弹之后 去到133块5 现在升幅是显著收窄 只有4%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还要稍微等它调整一下 对 其实我们看到前期130是有比较大的阻力 今天是突破了 但现在又回到130楼下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观察一下 如果真的没有那么受惠到这些相关的利好消息 在持续的一个炒作的话 可能还是可以忍守 当然就是在130以下可以分阶段 吸纳因为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股价上升以后 其实在110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持力度 所以我觉得130楼下分阶段 然后要看能不能持续的一个恢复 呈现的一个趋势 那另外一方面 阿里健康的股价能够靠稳上升1% 它比较起来就会显得弱势很多了 情况还是挺不一样的 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可以啊 就我觉得就是平安好医生 可能就从股价上反映 就是投资者会比较受欢迎的这个股份 而且刚才提到的 都是他可能会整顿一下 他旗下业务的一个占比的话 有可能也会带动 就是更多的一个投资者的一个关注度 好啊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支股份 这支股份呢 曾经我们在节目当中 何凤珠也是反复的讨教过的 说的是新东方在线 但是如果最近这几天 大家留意它的股价的话 会发现走势非常的弱的一个状态 那尤其是现在呢 我们看到新东方在线 今天虽然是能够相应的 靠稳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其实距离它之前的一个高位 可以说是已经是 回落了非常多的一个情况 高位其实在新东方在线 曾经是去到过43块4毛5的 不过之后啊 就一路看到是下行的一个状态 而且走势很不好的是 几乎是10天线 20天线 50天100天线 所有的平均线 全部都是跌穿的 所以你真的去看它的那个走势 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妙 是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原因呢 明明我们还是在疫情期间 明明小孩子不是还是在要 炒那个所谓的上网课的吗 对 一直在疫情以后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线上的一个教育 应该会成为大趋势 然后新东方在线 本来就是做这一块的 所以应该就最受惠 但因为它发了引颈就是说年度亏损会扩大到最多8亿人民币 这个可能我觉得就有点就令人失望 因为大家在憧憬里 这个在线教育应该这个需求增加的话 有可能你可以就是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业绩出来嘛 但现在亏损还要扩大的话 就表示它虽然它扩大的原因是这个开支增加 尤其就是研发方面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比较难 导致就是投资人可以接受的一个层面 就看它未来就是在这个线上教育的一个层面上 能不能真的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个学生 而且这个学费可以调高来抵消 就是整体的一个亏损的开支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我觉得还是一个逛旺的一个态度 而且前期可能炒作以后 现在有坏消息出来 短期还是在股价上面会有一点压力 就像你说的前期在炒作的时候 其实某些程度不管是它的一个高位 都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然后甚至是把它的一些估值 也是推高到了一定的程度 一旦是市场看到它的业绩不能够对板的话 这样的一个回调的幅度 就有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来得更大一些 您刚刚说到它的一个引颈的消息 其中你仔细地去看 真的也是有一些 我们之前在炒作它的时候没有想到的点 我觉得很多市场上面炒上去的原因 就是说哎呀在线在线 你看我小孩都是在用在线的一些网课在弄了 那他肯定赚钱对不对 但实质上面你真的要去看 他自己都说了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有很多基础设施上面 他又聘请了更多的人 那你比如说教学行政人员工程人才 他说我又请多了很多人 还有很多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不对 另外还有前端后端的一些技术上面的投资等等 所以你其实可以想象的 如果要开网课的话 我们只要坐在这里可能上课 他们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 甚至也有很多钱 那什么时候再把这个钱收回来 你要做到一个规模 而且又不是说只有新东方灾线 他一个对不对 还有很多的大家的竞争者 你也不能把价钱开得太高 所以看来有很多细节的东西 的确是在炒的时候 一时兴起 所以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提醒 这个就是转生也要快了 这个也不是大家所能够想象到的一个情况 现在的确是总是显得有点弱一点了 看看下面有什么好消息 能够对于股价稍微有一点促进吧 那边就能够对于股价稍微有一点促进